你能想象皇帝皇后还有太上皇一起打麻将的场面吗 这李世民为了让老爷子不无聊也是拼了 陛下这就是让男人见了兴奋 让女人见了沉迷的麻将 又说大话 臣不敢乱说 这是消磨时间的利器 给太上皇绝对好用 将规则说来听听 这只是个大概 等去太上皇那里 臣在详细讲解 确实有点意思 即使是有点意思 后世有那么多娱乐方式 麻将都能长胜不衰 更浮旷在娱乐极度匮乏的古代 太上皇 朕 皇后 再加上你 这不正好是四个人吗 陛下 臣能不能去见见长乐公主 你要干什么 长乐很快就要成为我老婆了 我要干什么 你管得着吗 打麻将嘛 总得读点什么 才有意思 回去取太费劲了 所以臣想着去长乐公主那里 拿点仙用着 好 本宫派人去通知长乐 让他直接前往太上皇那里 好吧 让他带一个大箱子 一定要大 你要大箱子干什么 当然是装银钱啊 你小子这是觉得自己赢定了 也不一定 这主要取决于某些人 会不会疏惨了翻脸 微臣皮小宝 拜见陛下 你就是长乐的那个驸马吗 朕听说过你 年纪轻轻就立立功勤 将来会是国之栋梁 当不起太上皇谬赞 你确实当不起 满朝文武 朕还没见过你 这般嚣张跋扈之人呢 二郎把你带来大安宫 是让你来自便的吗 让太上皇失望了 臣不是来自便的 不自便来干什么 难道那大箱子里装的宝物 要来进县吗 朕可不缺宝物 回陛下 里面什么都没装 是空的 为何抬了一只空箱子 回陛下 其实知道被夺绝后 臣心里还是有一点不痛快的 人之常情 听说太上皇擅堵 所以臣就带了这只大箱子 准备狂赢你一大笔 心里也能舒服些 想要赢朕可没有那么容易 批小宝 想赌什么 头子还是头虎 这些都没什么意思 你觉得什么有意思 批小宝带来了一种新鲜玩物 名叫麻将 是的陛下 臣素兴业媚 苦苦思考了数年 穷尽周易八卦之变 才制出了这套麻将 正想找机会献给陛下呢 难得你还有这份孝心 快给朕讲讲怎么玩的 什么狗屁孝心 老子原本制出麻将 是想和丫鬟们玩 谁输了谁 拖一件衣裳的游戏 结果还没来得及 交丫鬟们 反倒送你这里了 接着 皮小宝将麻将的玩法和规则 给大家详细讲了一遍 李渊李世民 甚至长孙皇后 都是老谋深算 智力超群之辈 领会麻将的规则 自然不难 这已经听明白了 倒是有点意思 既然都明白了 那就先玩两把试试 那就玩玩试试 二郎加长皇后 正好四人 第一把就先不赌了 大家先熟悉熟悉 胡辣 有气 有气得很 来 正式开始 好 我这大箱子 今天可要满了 你这小子还真够自信的 想赢阵可没那么容易 快 开始 先说好 排桌上吴父子 吴夫妻 吴君臣 说多了 可不带翻脸的 郡公你是真敢说啊 我还没见过 敢这么和父皇皇爷爷 说话的人呢 对 就是要这样 不然还有什么意思 你要有本事 把朕的大安宫 都赢去也无妨 所有人都对我 恭恭敬敬 小心翼翼 反倒是皮小宝 这种不拘小节 让我觉得十分舒服 开始开始 碰 糊了 再来 再来 碰 糊了 就这样 皮小宝连续赢了十来把 李渊不但不气馁 反而越玩越有尽头 当然皮小宝不傻 怎么能让人一直输 在他的放水助攻下 剩下三人中 李渊率先开虎 糊了 真糊了 真糊了 小子 这会输了吧 父皇终于赢了 皮小子还算机灵 臣妾早就想赢了 也好打压一下 皮小子的嚣张气焰 可惜一直没赢 所以说 姜还是老的辣呀 再来 再来 这才刚刚开始呢 不得不说 麻将有着独特的魔力 刚刚接触麻将的李渊 竟然连午饭都推了 直接让下人上了点心 边吃边搓 李世民两口子 担心老爷子身体 劝他先吃饭 结果还被凶了一顿 宫内麻将如火如荼 宫外也有不少人 关注着皮小宝殴打亲王事件 除了成处莫那一帮哥们之外 还有太子李承前 和魏王李太 殿下 听说皮小宝入宫了 陛下和皇后娘娘 带着他去了大安宫 看来皮小宝还是不死心啊 竟然还想去找太上皇求情 真是痴人说梦 不过 纵观皮小宝进长安以来的 所作所为 确实有点邪乎 昨天一天 魏国公李靖 卢国公承咬金 恶国公玉池公等数十位 朝中重臣为他求情 里面还包括长孙冲尼老爹 长孙无忌 这可是殴打亲王的重罪啊 还敢有这么多人为他出面 此人实在是牛逼 是啊 此人在朝中的关系 连本宫都羡慕 不过这一次恐怕他要废了 经王叔在大安宫哭天喊地 皇爷爷很是争怒 连父皇和母后都没辙 昨天长了也去了大安宫 后来魏王也去求情了 都没用的 那魏王还想着卖个人情给皮小宝 这次皮小宝虽然不会丢脑袋 但是不会有爵位了 当然这些关系也就做鸟兽散了 殿下殿下 怎么样 有什么消息 是不是皮小宝把太上皇惹怒了 皮小宝进入大安宫之后 太上皇几次开怀大笑 他带去了一副麻将 和太上皇 陛下还有皇后娘娘一起玩麻将 太上皇玩得兴致勃勃 以至于 以至于什么 以至于太上皇连午膳都推了 让人上了点心 一边用点心填肚子一边继续玩麻将 麻将是什么 奴婢也不知道麻将是什么呀 我就说嘛 皮小宝有点邪乎 本宫这就前往大安宫 里程前失算了 皮小宝这么多的关系 再加上太上皇也被影响的话 那此人必须要拉拢过来 昨天魏王李太曾去求情 而自己没有去 已然让他十分被动 如今只有尽快去太上皇那里 看时机为皮小宝求情 可惜魏王李太 又先他一步到了大安宫 不过 无论是太上皇还是皇帝皇后 竟然都没有搭理他们 因为正忙着麻将呢 真胡了 二郎家把劲 咱们今天输给皮小子不少了 可得回回本呢 好的父皇 天马上就要黑了 看父皇这尽头准备通宵啊 这么玩下去可不行 父皇天都要黑了 您也该休息一下了 您连午膳都没好好吃 父皇龙体重要 是啊是啊 太上皇今天就到这里吧 臣也该告退了 关键是老子的箱子装不下了 走什么 大安宫这么大 还住不下你 父皇要不明天再晚 二郎今天好多奏章没处理呢 行了 你们俩有事要忙就去忙 让皮小子留下来就成 再加上高明和清雀 正好凑够一周 父皇 陛下和臣妾不是不想陪您玩 实在是您也该保重龙体 先吃完晚膳也不迟啊 太上皇 您跟我们这些小备玩 有什么意思啊 您应该约几个老友 一起玩那才殆尽 以臣之鉴 您应该用晚膳休息一下 养足精神 照几位老友入宫 然后大杀四方 如果把这些老友们杀的丢灰气甲 面如土色 这可比赢了皮小宝他们要有意思多了 皮小子说的有道理 跟你们这些小辈们完全是少了几分趣味 快去 把裴记 宇文士吉还有高士连照入宫呢 是 陛下 太上皇 那臣就先告退了 对了太上皇 这臣迎来的银钱可以带走吧 有些人不会翻脸吧 卧槽 还没人敢这么和父皇说话呢 皮小宝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他敢 愿赌服输 待会让两个小太监把这一箱钱送出宫去 以后凡是来大安宫玩麻将都是如此 嗯 朕还看得上你赢的那点银钱 是臣小人知心了 二郎啊 皮小子到底是长乐的驸马 和京王闹了些矛盾 但终究是一家人 也不好伤了和解 是啊 父皇 都是一家人 有了矛盾要紧的是怎么解除矛盾 皇后说的对 不过皮小子却是有错在先 发疯一年长长记性 然后去给京王道个见 二郎 你觉得呢 父皇英明 皮小宝 还不快谢过太上皇 谢过太上皇 谢谢皇爷爷 你妈又白来了